小朋友好! 今天,真真老师要说的故事是 小鸡去露营 小鸡去露营 鸡爸爸、鸡妈妈 带着五只小鸡 他们要到森林里露营 鸡爸爸背着大大的背包 妈妈也带着煮饭用的汤锅 小鸡每一个人都背着蓝色的小背包 他们快乐地往森林里走去 爸爸说 我们到咯! 我们就在这里露营吧! 你们看,这里有一条河 有水 我们可以用水煮饭 还有洗澡哦! 鸡爸爸鸡妈妈开始忙碌了起来 爸爸正在搭帐篷 妈妈准备要煮饭了 但是没有火 要怎么煮饭呢? 妈妈说 妈妈说 小鸡,你们去帮忙妈妈捡一些木头 捡一些树枝回来生火 我们才能煮饭哦 好的,妈妈妈 好的,妈妈 妈妈说 我们要捡好多的树枝 让妈妈生活煮饭 我要捡很多很多树枝 我也是要捡很多很多的树枝 哦! 我看到香菇 小鸡本来啊 妈妈正在捡树枝 结果 他们看见了 红色的 漂亮的香菇 小鸡 忘记了 妈妈说 要捡树枝 回去煮饭 他们 摘着香菇 摘着香菇 越跑越远 你看 我摘到好多的香菇哦 咦 这里是哪里呀 爸爸跟妈妈怎么不见了 小鸡 小鸡摘香菇 没有注意 跑得太远了 现在 小鸡找不到爸爸妈妈 他们紧张地 哭了起来 哼 爸爸妈妈 你们在哪里呀 哼 咦 是谁在哭啊 在河流的下面 有三只 绿色的小河童 小河童爬上河流 看到正在哭的小鸡 小河童说 喂 你们怎么啦 为什么在哭呢 哼 我们刚才在摘香菇 结果就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怎么 sır자 怎么办 小河童跟小鸡说 小河童跟小鸡说 快点把它丢掉吧 爸爸 这些小鸡迷路了 我们可以帮忙它吗 合同爸爸正在切竹子 爸爸说 哎哟 当然好哦 叔叔很快就送你们回去 在回去之前 你们猜猜看 叔叔在水里放着这个袋子 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呢 哇 有鱼 有螃蟹 还有泥丘 河童爸爸跟小河童 抓到好多的鱼 小河童啊 还带了一些可以吃的香菇 准备送给小鸡 还有鸡爸爸鸡妈妈 河童爸爸划着小船 带小鸡 还有小河童 去找鸡爸爸鸡妈妈咯 鸡鸡鸡鸡好舒服哦 啊 我看到了 我的爸爸妈妈在那里 爸爸妈妈 河童爸爸跟小河童 成功地帮小鸡 找到爸爸妈妈了 爸爸妈妈快点跟河童先生说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们找到小鸡 请跟我们一起吃晚餐吧 鸡爸爸 鸡妈妈 河童爸爸 小鸡跟小河童 他们要准备一起吃晚餐咯 小河童正在洗香菇 小鸡帮着爸爸生活 还有人正在摘水果 他们要准备煮一顿好吃的大餐 尿尿尿尿尿尿尿 真好吃 妈妈煮的香菇咖喱 最棒了 还有河童叔叔抓的鱼跟螃蟹 也很好吃哦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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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童跟鸡 他们快乐地吃着晚餐 吃完晚餐以后 小河童跟小鸡 一起用望远镜看着天空 你看 有一颗星星出来了 星星出来 就快要晚上咯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小河童跟河童爸爸 要准备回家了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哦 现在小鸡要准备睡觉咯 小鸡呀钻到暖暖的睡袋里 把自己包起来 吉爸爸 吉妈妈 轻轻地把帐篷的门帘放下 晚安 今天真是特别又有趣的一天 真真真老师的故事说完咯 现在请小朋友回答真真老师的问题 请问 小鸡 它们要去哪里呢 小鸡 它找到什么东西 这种香菇 可不可以拿来吃呢 为什么小鸡哭了 小鸡跟小河童 它们在水里 抓到什么 谢谢小朋友 你们回答得很棒 下一次 真真老师 再跟小朋友 一起分享故事吧 小朋友 拜拜